吃豆腐用粤语怎么表达呢 两天四是有作用的 喂 想博萌啊 这些分明叫臭水 玩笨测咯 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调戏 文雅一点就是轻薄 再难听一点就是性骚扰咯 就像这样 哎呀哇 你刚听八日 这样吃人都得啊你 说话可以乱说 但是豆腐就不可以乱吃了 事关北方人说的吃豆腐 是特指男人调戏女子占女人便宜 就叫做吃豆腐 但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男人调戏女子占她便宜 嗨她油 抽她水 又会叫做吃豆腐 不叫做吃豆干 或者吃豆饼 有些人抽干水都不知为什么 其实这个说起来又有个估计 话说在汉朝时有一对夫妇专门买豆腐 老板娘生得鬼火没那么漂亮 皮肤好似豆腐又白又滑 老板娘的样子真的生得好像西斯那么漂亮 所以街坊街里都帮老板娘改了个花名叫做豆腐西斯 老板娘做生招牌自然吸引到不少人客 尤其是男姑客就最多了 有时老板娘为了生意好为了生严压 还暗中抽波抛一下生吐放一下电 有些男人见老板娘都这么热情 所以就很经常去光顾 有时候付钱的时候还会趁机摸一下老板娘的 手仔 所以一去买豆腐的时候就会被人说了 你这个臭佬又去哪里又去吃豆腐 你真是 讲讲讲讲男人占女人便宜这种行为就叫做吃豆腐 另外豆腐亦都用来给原女人白淑淑淑滑滑的皮肤 叮咬它即是吃豆腐 不知道平时你有吃哪个的豆腐呢? 有没有试过吃人豆腐的呢? 大家留言分享一下 讲到吃豆腐又令我想起有个很贴切的词会 不单只广东广西有 就连北方人都有这样讲 普通话读开酉 粤语读开酉 开酉了几个年有 你又会写这两个字没有? 开酉的意思就是 比如占人便宜 拿公家着素的 就叫做开酉 也可以叫做开酉水 其实古时候都有开酉这个说法 是用来特指风月场所的男子 对女子轻挑的那种行为 当然了 现在用来凡指占女子便宜 都叫做开酉 说了几年了 你又知不知道哈尔柚是怎么来的? 话说 辉州有一个财主 他很富有 但是很沽寒 每天只吃一些没有油水的青菜和豆腐 为了撑面子 每次吃完之后 就会抹一些猪油在嘴角上面 油光满面地走出街 就告诉别人 我家今天是吃猪油炖猪肉 这个就是哈尔柚的祖师爷 油是黏黏黏的东西 如果和别人一碰过去 肯定会被人哈尔柚一点 所以就是哈尔柚 从这个典故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哈尔柚是秘密行动的 但是同时又光明正大 无关紧要地窃取 譬如你看到有些咸豬手 很秘密地行动 但是同时又光明正大 这种轻挑的行为就叫做哈尔柚了 哈尔柚或者哈尔柚水 这个就是哈尔柚的由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哈尔柚呢 评论区说我知道了 不过其实吃豆腐 又不单单只是哈尔柚抽水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这个是和旧阵史的习族有关 不单是广东广西有 江浙一带都有 话说江浙一带以前农村的时候 有人刮了老陈 就会办一场人生大事 搞定完之后 为了搭借亲友 就会请他们饮饮饮饮 这一餐他们就叫做吃豆腐饭 有些地方就将它叫做解胃酒 也有些地方 比如兆庆一带就将它叫做饮花红酒 那一餐饭肯定会有冬瓜和豆腐 一来豆腐比较便宜 二来豆腐是很应景 很符合那个大吉利时的场景 而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民间有位孝子 他知道自己父母年事已高 吃不到硬的食物 只可以吃软的东西 所以经常就煮一些豆腐给他父母吃 亦都是寓意长寿地说 后来他父母过了身后 为了搭借亲友 他都专门煮一些豆腐出来 招呼亲戚朋友 亦都是寓意大家吃了之后健康长寿地说 自此以后民间就有了桑宴吃豆腐的接触 原来这个是全国统一的 但是主人家请吃饭 都避免不到有些不是老的人 想着不用钱过来吃饭吃饭吃饭吃的 所以渐渐形容那些不劳而获 想自厌人便宜的行为 就叫做吃豆腐吃豆腐 是含有鄙视的意思 北方人有吃豆腐 我们广东人都有不少豆腐 例如油渣豆腐 你又怎样叫呢? 油渣豆腐脯 豆腐脯 豆腐脯 那豆腐间你又怎样叫呢? 豆腐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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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润亦都可以用来形容很小的东西 例如豆腐润那么小 但是说话可以乱讲 豆腐就不可以乱吃了 事关在粤语里面的豆腐不一定是豆腐 例如说形容这些意外发生的东西 三长两短又叫做什么豆腐呢? 冬瓜豆腐 那刚才也说了 旧阵子的桑宴一定会有冬瓜和豆腐这两道菜 后来又用来凡子遭遇不测三长两短 不管天灾还是人祸 反正遭遇不好的事就叫做冬瓜豆腐 可以这样做 喂喂喂 他会不会用冬瓜豆腐我来理 那偏忍又叫做什么豆腐呢? 我们要哄鬼啊豆腐 这句话又怎样来的呢? 厄鬼吃豆腐这句话 广东广西地区都有讲的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怎样来的呢? 话说旧阵子有一只鹅鬼很饿 他走到他穷书生面前 想跌倒书生 这位书生他就出了名 牙尖咀尼很会哄人 他就跟那只鬼说 你想吃我都可以的 但是我几天没洗澡 又酸又粟又臭又粗糙 如果你肚饿的话 不如吃我碗里面那碗豆腐 豆腐就不同了 又白又滑 口感又好 怎知这只饿鬼真是信他说的东西 叮了一件豆腐就走了 第二天这个书生就把这件事告诉村民 这只鬼这么多信你 真是骗鬼吃豆腐了 自此以后 骗鬼吃豆腐这句话 就专门用来形容那些 讲大话当食生菜 或者是那些 不可靠不可信的事情 譬如可以这样做一句 阿婆这件东西买了多少钱啊? 十元三件好划 哪有这么大只夹拿随街跳啊? 你别骗鬼吃豆腐啦! 亦都很多关于豆腐的窃口语 例如说豆腐跌落炉灰 下句是什么呢? 开不上去 那一只筷子吃豆腐 下句又是什么呢? 饱火了 还有早期说的豆腐老担梯 下句又是什么呢? 正了例 那马美扎豆腐下句又是什么呢? 不耐提 不耐提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不堪回首 而第二个意思是指不耐用的不耐 那豆腐刀下句又是什么呢? 两面光的 那豆腐撈粗下句又是什么呢? 好做不做 那雷公劈豆腐下句是什么呢? 找软的耐虾 这个软是指软弱的软 找软的耐虾 即是欺缘怕硬 找软弱的人来欺腐 关于豆腐 今期暂时和大家吹这么多 如果还想吹什么的话 下留言告诉我 今期阿婆说要问问你 我买孔温豆腐 我们已经煮了 豆腐有什么煮法呢? 留言分享下 评论区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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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